学生穿着足服接受表扬 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圆明学生5号接获总统颁奖后 12号是在接受圆明会主委的接见 同时颁发1万元奖金 自信的拿着麦克风 答供感谢求学阶段有机会 透过圆明会提供资源前往日本学习 其实这次获得总统教育奖的7位圆明学生大多家境清寒 如何在求学阶段找寻资源装备自己的能力 甚至是建立自信与认同都需要下功夫 我们来自于偏乡的资讯量其实真的非常的不足 如果我没有出来或是没有认识这些老师贵人们 他们我就不会知道这些资讯 大学里面有补助我们大专的奖助学金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是住在部落所以没有那个环境 然后就是跟老师一直学习这样 家里又偶尔在讲一些 我很努力的在考那个注意认证了 现在已经考到中级了 然后中高级正在努力中 老师是希望我考到高级 高级一定也比较难嘛 然后我也会努力的学习 虽然获奖但学生没有因此而止步 不止家长感到欣慰 圆明会也承诺未来将持续陪伴与关怀 我在做木工的 只有一个小的 三个然后这个最小的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你小朋友那么努力学习语 我也是很高兴的这样子的 得奖只是一时的得奖 那我希望说我们能够长期的来陪伴 所以我们要在做梦工堡房里面